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变化 我们再等一下 应该可以了 姐姐心跳停止 连体应分离手术第三次模拟手术失败 麻醉给的药过梦了 你之前把我把姐姐弄美了 幻儿心脏功能本来很差 我们要在最快的时间奋离心脏 麻醉本来就是要把心力慢下来 慢下来 姐妹俩的血液是相通的 为妹妹给药的时候 不一定会影响到姐姐 这个确实很难找遇 我知道了 我再找找林姐姐 重新给药 电话完毕 去 黑白 过来 重新给药 翻车 去去 你 在那里 快 因为 你 这一步步 没有哪个科室 比心外更冒险 更曲折 更异象天开 这种与陈旧的观念对抗 与陈旧的观念对抗 与平级的想象力作战 与一次次失败为伴的过程 本身就足以让人血脉怒张 更何况是为了心脏呢 教授 在这个世界上 有比一颗跳动的心脏 更美的画面吗 我的定义里 没有 我的定义里 也没有 所以 为那对姐妹 留下身上最美的器官 让她强而有力地跳动 是我最期待的画面 也是我参与这次手术的理由 并不是为了苏云 今天PK 不许上厕所 来啊 干啊 行了 柯医生 是烤鸡吃 火 火确实是有点大 烤得有点糊了 人们都说 吃烤鸡的东西 会有致癌的风险 不过 偶尔吃一次是没有关系的 我只想说 其实我没那么矫情 好 来一个 同志们 我突然有个想法 我们为什么要先分离肝脏呢 完全可以先做心脏了 如果心脏好了 肝脏慢一点也没关系吧 不行 心脏分离后的危险期太长 迄今为止 我们做过最快的肝脏分离 是一小时十分钟 两颗原本就很弱的心脏 不足以支撑那么长的好处时间 对老何那边压力也很大 其实 玩音乐那边的方案没毛病 应该优先保姐姐 你看 双胞胎本来就是互相竞争关系 妹妹的发育过程中 一直在盗取 没有心脏异常姐姐的血容量 原本健康的姐姐 推得成这样 可是我觉得 是姐姐一直在保护妹妹啊 所以妹妹 才能一直坚持到现在 都已经下定了决心 都已经下定了决心 就要好好去做 再见 成人 再见 大家 再见 海城 我 我 她只是微弱的光 也会燃起希望 这也是 这就是心内妖精涵 要不要一起 去锐点 关于生命的定义 我们默契彼此坚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我 不准备 很不准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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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赢呀 好 好 好 解释了 这就解释了 我还没看过呢 我也没看过呢 老贱 老虾的 双踢溜溜溜 溜溜溜 溜溜 注意一下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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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筛给来 快挤的快挤的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应该做 坐好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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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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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 u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